美国联云港商会在工业市举行成立大会及投资说明会 中美官员、社团侨领、工商企业界的人士一同出席祝贺 请看报道 由中国江苏联云港市政府、美国江苏总商会、江苏总商会、联云港峰会等团体联合举办的 美国联云港商会成立大会和投资说明会在工业市举行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兴、斯伯纳蒂诺郡郡长海格曼、蒙市副市长林达坚、河桃市副市长苏丸秀兰、联云港市市长向雪龙 美国江苏总商会会长蔡春华、执行会长徐晓峰、美华总会长李车朝等侨领一同出席 向雪龙在致辞中表示 联云港市美猴玩的家乡也具备了孙悟空打拼、奋斗和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 希望联云港商会的成立能够促进中美经贸文化的交流合作与发展 蔡春华会长也表示 联云港文化底蕴丰厚、区域优势明显 江苏总商会将携手联云港商会共同打造苏商发展平台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招商说明会以及联云港总商会的成立能够更好地宣传联云港 为更多的我们华商和美国主流社会的工商界人士到联云港去投资 新业旅游都宣传、都对接 欢迎大家到联云港去 联云港商会会长陈仲军也表示 商会的成立将增进与美国的友好交往 扩大联云港与美国的经贸、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我们今天还要和我们省布纳蒂诺郡签署友好城市 这次我们商会成立以后 主要是要搭建一个桥梁 为我们联云港在美国的投资的企业 还有美国在联云港投资的企业 还有一些华侨、桥商搭建一个平台 就是促进联云港与我们美国的经济、文化、人才方面的交流 联云港是海上一带一路的龙头港 拥有独特的战略区位 自身发展优势及日益优化的投资环境 环球东方记者吕玉冲、洛杉基采访报道